非常神奇的植物 我们民间称它不死草 因为它很神奇 生命力非常顽强 如果夏天连续天行 或者是好久不下雨了 它刚哭了 看着就像死了一样 但是一下雨呢 它马上又复活过来 而且它的价值也很高 今天跟着我一起去见识一下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大概是在平南 海拔200米左右的一个山边上 大家快看 眼前这个石壁上长的 这个绿色的植物 你们还记得吗 这个前期视频里头已经分享过 今天呢就不详细的介绍了 这个是石像草的嫩苗 现在跟着我的镜头 我们一起去寻找布石草 这个周围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环境 这边上是一条山边的小溪水 我们到这边来 哇 大家快看 眼前这个石壁上这两颗小草呢 就是今天要找的布石草了 真是太幸运了 野外的植物能碰见 确实是靠运气 哎呀 这个边上还有好多蜘蛛啊 它的名字呢 叫卷柏 卷柏也是它的中药名 为卷柏科 卷柏鼠的土生 或者石生的附属植物 野生呢 经常生长在像这样子 赡羊的山坡岩石壁上 或者是干旱的岩石粪竹 中国的大部分地区都有分布 它既可以种植来观赏 本身呢 也是一种药材 在我们这 它可以按科来卖价钱 卷柏又名九死黄昏草 它的根耐旱能力非常强 如果遇到长期干旱的气候 它就会自我保护 叶子呢 会卷须成团 来保持水缝 像这样子卷起来以后 给它喷点水 或者是把它的根系 泡在水中浸泡以后呢 它叶子又可以重新的 舒展开来 这就是大自然生命的力量 这位能屈能生的药草 曾经在做成标本十一年之后 绿水居然能神奇复活 因此在民间呢 它还有个名字叫长生草 它的高能长到五到十五厘米左右 它主要是靠包子房子的 关于卷柏呢 在民间还流传这样一个故事 传说呢 在昆仑山上 有一个金光闪闪的天池 那个是皇母娘娘洗澡的地方 而在这个天池岸上 生长着一种仙草 这种仙草 据说可以起死回生 有一年民间大旱 瘟疫呢流行 成千上万的百姓死亡 住在天池中的龙女 看到民间遭受这种灾难 十分的于心不忍 于是呢 就把天池岸上的这个仙草 偷偷的采了带到人间 苦救众生 成千上万死去的百姓 竟然又起死回生 龙王知道了此事 大发雷霆 一怒之下 把龙女呢打下人间 龙女到人间后 就幻化成了黄魂草 这种黄魂草 生命力强 晒干后放到水中 又能生长 所以能顾名黄魂草 卷柏 你记住它的样子了吗 大家平时上山的时候 可曾有遇到过这种植物呢 在你们的家乡 都是怎么称呼它的 要是您还知道它的其他用途 欢迎您留言分享 好看